台北市内湖大湖街 大湖山庄街 还有城公路四段五段 细致的长青路 昨天晚上的暗明崩 原来是大停电了 根据台电说 是地下电缆故障进行的维修 才会从晚上的十点半开始停电 将近两个小时之后 才恢复了供电 黑压压一大片 住户穿着背心短裤 纷纷跑到门外乘凉 因为大热天停电 家里没有冷气 也没有风扇 大家热坏了 停电还让有些人吓了一大跳 对啊 刚好在洗澡 你洗澡洗澡一半没电哦 对啊 那怎么办 就热啊 赶快跑出来 因为宝宝才快要两个月 然后这样家里很热 没有办法摔脚 要去朋友家借助 台北市内湖区大湖山庄 及城公路四段五段 16号晚间十点多 突然大停电 有民众看见附近电箱 先是冒出火花 接着就全区停电 疑似是台电 地下电缆故障 才会造成这次事故 对 现在看起来状况是怎样 是怎样 我现在是 没有时间跟你讲这个 我现在处理事情 没有时间就会 我还要点 你怎么被人家破坏还是 人生的问题 停电将近两小时后 才恢复宫店 许多民众庆幸能在睡觉前 恢复宫店 让他们还能赶紧洗完澡 有个好梦 中间新闻娱乐 为林晓凡 SNG小组 台北报道 中间新闻娱乐